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指數是我想這個時候會一直整理的 我想應該是美國選舉之前 都不會有特別大的變動 但是如果有變動是往下變動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是一直在複盤 不是這個複盤 這個根本不重要 這哪會重要 這個叫根屁蟲 是它在複盤 我講的是這個 台股是根屁蟲 因為美國股是漲我們就會漲 跌我們就會跌 我們不會有自己的方向 這是規定的 因為台灣的市場很小 我們這個資本市場 加起來 上市上櫃加起來也不過才40兆 40兆當然 40兆當然是對我們個人來講是很多 可是如果跟國際股市這些教育手比起來 小卡 很小卡 非常小卡 所以我們的市場不會自己走自己的路 因為台灣有Q費 以前沒有Q費我們才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 那自從民國83年有Q費之後 已經開放20幾年了吧 所以這個股市的一個漲跟跌是外資在決定 他們要讓它漲就讓它漲 要讓它跌就讓它跌 那他們的漲 台北股市的漲跌一定是 遵到這個距離 就是大方向都是跟這個 跟這個在走 大方向 我講的是大方向 你不要誤會 不是說每一天都要一模一樣 只是說大的方向 像這個大的方向 大的方向大的方向 就是這個大方向 不是一天兩天喔 是大的方向 對不對 會這樣走 那基本上因為川普很喜歡做股票嘛 所以他不給跌嘛 你知道我意思嗎 他不讓跌嘛 今天這個跌下來 川普就那麼喜歡做股票 就不給跌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你喜歡做多 你應該是希望川普當選才對 可是又很矛盾 很多人又很討厭川普 那我沒有意見 反正我們也沒有投票權 你也沒有啊 對不對 那我只是跟各位講就是 基本上 我個人認為 很多人認為說 選舉就一定會漲 這是一廂情願 我跟各位講 假設今天不是川普在當總統 不可能這麼強 我可以跟你解釋 就是假設現在不是川普當家 是隨便一個總統 隨便美國綠任 隨便一個總統 他不會這麼強 因為川普喜歡做股票 他認為 只要股票資本市場好的話 表現不錯 那他 人民就會喜歡他 人民就會喜歡他 那他就會當選 結果好像都算錯 為什麼 因為美國股市並不會因為 從三月份漲起來 這三月份 漲到現在目前為止 漲到這裡 美國股市並沒有因為這樣漲起來 川普的民調就增加 沒有啊 沒有正相關 不是因為這樣子 指數他把它扯起來 這是硬扯的嘛 你知道這美國股市 當初三月份崩盤 是川普硬扯的 硬扯起來 過了歷史新高 那正常來講 應該是民調越來越高才對 應該是 躺著選就選上了 應該來講 川普應該是 隨便選就選上 可是好像不是這樣 可見拉股票沒有用 拉股票跟他當不當選 沒有正相關 無相關 沒有正相關不表示說 也不能稱為無相關 沒有正相關不表示等於負相關 不是說他越拉股票他就不會當選 不是 就是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但是我認為就是 因為現在已經10月19號了 今天20號啦 那是美國的19號 今天已經10月20號了 那你說美國 距離美國選舉沒有很久了 那大家會認為說 美國選舉之前會噴出 我來說說 你看發噴出 已經發百萬年了 你也不敢在噴出啊 我說你放了 不要低下半的 你只要噴出 常常都說那種 那種做不夠的工作 為什麼會噴出 憑什麼噴出 這種也不用噴出 這種叫放了低下半 你看看 這種量是要噴出 你是怎麼噴出 我問你啦 這是要噴出啦 這裡就沒有噴出 這裡要噴出 這三千多億就沒有噴出 這裡要噴出什麼 一千四百多億到五千五億 那是會八塊還是八塊 那車要跑也要加油 那不是 你車沒油怎麼會跑 要跑到哪裡 油車下去才會跑 你用電動車 電動車也要充電 電動車 電動車自己會充電喔 也是要充電才會跑啊 不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你說這個 我跟各位講了 因為我知道市場裡面 有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噴出啦 都希望大漲 可是我跟各位講 如果股票市場會漲 會大漲 我們不會當老師的笨蛋到要講保守 對我沒有好處啊 大家都喜歡漲啊 我也喜歡啊 如果大盤還會再漲 一直漲 漲了四千五百點 還要再漲四千五百點 為什麼我不要 何樂而不為啊 這樣子大家高興啊 不是都很高興嗎 我也高興 會員也高興 每一個人都很高興啊 那問題是現在的位置不是 現在的位置是漲了四千五百點耶 我是在這邊跟你講 不是在這邊跟你講耶 這裡 這裡講V型反轉耶 我現在講的位置是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過年前在這邊這個位置在講 這個是有意義的位置 這裡的指數是漲了四千五百點 它不是沒有漲 所以它潛在的 我現在跟你講 不是說 它一定要崩盤 一定要大跌怎麼樣 不是 我現在是講給你是有 假設你有讀書 你是有智慧的 你不是一個笨蛋 我假設你不是一個笨蛋 當然你如果是笨蛋的話 那你自己就對他路走 我說假設你不是笨蛋 你是聰明人 我講你應該要靜下來聽我的話 我要告訴你是這個地方買股票 我不會說你不會賺錢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一句話 你的風險很高 我們為了追求股票市場的利潤 這個叫追求報酬率 可是股票市場它是有風險的 因為股票是一個資本市場 它是有價證券 有價格的證券 而這個有價證券 它代表表證的就是 顧品價格會有漲跟跌的 對不對 它不會固定一個價格 有時候是比較貴的價格 有時候是比較便宜的價格 對不對 那大家會想說基本面 那我已經講過 因為基本面也會變 它不會停止不動 如果基本面永遠如此 那就永遠如此 那價格也不會動 就是因為基本面反映在未來 股票價格它是領先基本面在跑 所以基本面會變 價格會先變 所以我們的心態要隨時在改變 那今天股票價格 是漲了4500點 我講的是普遍性的股票 不是講的是單一股票 因為我們講這個是講一個指數 所以普遍性的股票都很貴 那如果我這樣講你還不同意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講 我的意思就是風險跟利潤的比值不對稱 我們為了追求股票的利潤 可是我們冒的風險是無限大 不要講無限大就是很大 可是這邊要追求利潤的風險 風險小 預期報酬率高 因為它已經打折給我們的 這個價錢已經變便宜的 所以這個地方你進場的風險是小的 小的風險 可是當初在三月份 我請你買股票 你認為是高風險 你那時候反而還不敢進場 那現在叫你進場的時候 風險是高的 當然這邊的風險一定是比這邊風險高 這個隨便看就知道 風險是比較高的 你能夠拿到的利潤是比較小的 當風險遠遠大於利潤的時候 就不值得我們去追求 你還是可以追求 可是便沒有必要一直冒這麼大的險 這是講給聰明的人聽的 不是講給那些意氣用事的小伙子聽的 因為你每天要拚鬥這種股票 我也沒辦法 你就愛生這 你如果愛生這 我說咖公你也不聽我 你怎麼會聽我的話 你就愛生這 你如果愛生這你就罵人 罵人我要跟你交通 對於一個會賭博的人 我在怎麼講 怎麼勸他他也不會理我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是講給賭博賭徒賭徒 你怎麼教也教不聽 你怎麼說他也要拔掉 你怎麼說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他現在是漲了4500點的位置 我們為了追求這個利潤 可是我們要冒很大的風險 那假設說有股票有跌下來 假設有跌下來 有跌下來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也不是 這個風險也滿高的 這檔是非常優秀的股票 假設他有跌下來 那回測到上升的一個月線 這是技術面 回測是上升的月線 月線扣底值又是低值 那這個地方你就值得冒險 像我們昨天帶會員去買 帶部分的會員 不是全部會員 因為這個太貴了 我們去買了1490塊 那我在這邊就有講 我昨天在這邊就有講 昨天什麼時候講你知道嗎 不是縮盤的時候講 是在早上8點半的時候講 我在8點半的時候 我就貼這檔股票 8點半的時候貼出來 一定是前一天的 一定是前一天的價格 那昨天是禮拜一 8點半還沒有開盤 我就講這檔股票 我說我看好這檔股票 因為回測上升月線拐點 而它的利潤 它的獲利它會成長一倍 它會成長一倍 它會比這個地方成長一倍 一倍以上 一倍以上 今年度的獲利會成長一倍以上 我講的是這檔股票 那昨天是不是 不是只有在那邊碎碎鏈 然後沒有跟你講股票的名字 沒有 我連貼圖 我這個圖都已經跟各位講 都非常明顯在8點半 昨天早上8點半 就已經告訴你享受 那我在盤中當然都會人買 我就買1490塊 昨天就賺錢了 今天就直接就這樣子上去了 那我不是說我多厲害 沒有我沒有說多厲害 我只是告訴各位 這是技術面 因為它有回測 那你會說老實 那這檔股票這麼貴 其實它不貴 以它的獲利來講它不貴 你的股票價格到底貴還是不貴 你要看它的獲利 那沒有獲利的公司 你就算一塊錢兩塊錢 你也覺得太貴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它今天就漲停 我不是今天也有講這檔股票嗎 但是這個是短線的操作 如果長期來講它也太貴 我也覺得它漲太多了 這是我們這個做股票 一個觀念的問題而已 好 那當然我也不能只有講享受 你說基本面有用 有用這檔股票就不會一直跌 這檔股票也是我的股票 我也是講 我不是說所有股票 都是像這檔股票這麼厲害 沒有啊 我是昨天買 今天就賺漲停板 問題是這檔股票 我們就沒有賺錢 我不是跟你講我買了兩次嗎 我買兩次而已我就不買了 因為我不會加碼攤平的 而且是分批通知不同的會員買 一次買285到 一次買285到289 一次是買279 279是這個 這兩天買 這一天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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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一天買而已 其他東西我沒有動作 那如果是你參加別的老師 他會每天都買 他今天也會買261 那如果明天要跌的話 他還是會買 或者是從這邊每天都買 我不會 我買了一次就是買了 我買了就停了 我告訴我 你今天如果是我的會員 你知道我買了以後 就不會再動作 除非是賺錢 賺錢我才會加碼 只要一賠錢 我馬上停住 而且我停損都馬上設好 一開始買的時候 停損就是好 所以我願意跟各位分享 你不是說老師這麼厲害 我沒有那麼厲害啊 我告訴各位 我說我們做股票的停損點 是5%到10% 我們就設在這裡 停損點就設在這裡 255塊 那這個差幾塊錢 差6塊停損 差6塊 如果明天灌破255塊 我會不會停損 我保證停損 我絕對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因為我做股票就是這麼 這麼的果決 就是這樣做沒錯 停損就停損 我不會跟你廢話的 但是當我賺錢的時候 你要叫我賣股票很難 像這個賺錢 你要叫我賣股票真的很難 所以我能夠做到就是 賺大賠小 對的多錯的少 我只能夠做到這樣 而不能像其他老師這樣 天天都是漲停板 我沒有這個辦法 因為他們買100檔買200檔 我沒有那麼多股票 要解我意思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下 追求夢想成就非凡人生 追求夢想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歡迎回到節目下 老師你突然間為什麼講 翔壽跟這個 翔壽跟這個 這不是突然間講 這個不是做空 是做多的 這個也不是做空 是做多的 那為什麼現在 我還是有做多股票 不是現在 是一直都是這樣 我跟你講說 我是做空 我是看保守的 可是如果有一些股票有利可圖 可以搶短 我當然要做 或者是我在等 要放空股票的時候 例如說我在等 我要等放空股票 我要等股票反彈上來 要放空它 那你要叫我怎麼辦 我要等這三兩股票 這我一定空的 你放心 我不會講一套說一套 這我昨天要放空的 一百檔五十檔放空 不是這樣做 我要等 當我在等它 反彈的時候 我在等它 這一檔股票我也要放空 這個我都要放空 這個要放空 我點名是 我現在是點名這一檔 因為高價股有兩百檔 我不能每一檔都點名 那這樣太複雜了 這個我也要放空 但是這個我不要 因為這個放空這個沒意思 這個我要 這個我對它 這個我對它很有意見 我也很有意見 包含它我都要放空 我都跟你們說好的 但是一檔一檔來 我不是說全部撒下去撒網 不是啊 我不是在抓魚子 你抓到為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在等這檔股票的反彈 這檔股票的反彈 這檔股票的反彈 要放空的時候 那我們總要找一點事情做 那找什麼事情 就做這個 做多 做多 你要解釋什麼 但是我們不是要做長線的 你放心 我目的是為了放空 我目的是為了放空 所以我在今天貼得跟你有講過 如果我今天當一個老師 我永遠要做多股票 我不會每天跟你講是有的沒有 或者是利用上半節跟你解釋說風險跟利潤的比值 我每天買就好 我買100支 買200支 每天說掌停板就好 我可以學其他老師很輕鬆 人家也不會討厭我 那帶你買股票 一檔又一檔一檔 買一檔套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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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拉回找買點 要輸就讓你輸快一點 對不對 讓你買來套 我不要 我當然知道做多 每天在那邊講多 講掌停板比較好 收業績 我不能為了要收業績 而違背我的良心話 我就是講我的心裡的感覺 我的看法 我就沒有看好啊 你要叫我怎麼辦呢 你長了這麼多 你要叫我怎麼辦呢 長了4500點 你要叫我怎麼辦呢 我當然要放空啊 我就是要放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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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支我就要放空啊 疼這支我就要放空啊 我告訴你 我吃千萬等你 但是我已經講過 我不是在捕魚啊 我沒有撒下去 一空就是一百個檔 沒有啊 我一檔一檔來 老師你現在這三支 你黏三天你放空嗎 你到底是放空啊 你上面有放空 你有先補翻斷起來 你說要放空 你說有放空 翻斷要放空 你現在是放空了嗎 你今天這是放空 你黏黏黏黏黏 到底是放空了嗎 我跟你說 我講一定會去做 我不可能 不可能講一講 我什麼事情都不做 那我不是 我是假講的 你聊時間 這三檔股票 我沒有講北檔 我講這一檔股票 跟這一檔股票 跟這一檔股票 其中一檔股票 這三檔股票 其中一檔股票 其中一檔股票 我把他放空下去了 買半 最終的一半 收盤價 你聽得清楚喔 收盤價 三檔其中一檔 你怎麼不可以先說一檔股票 其實不要說 不要每個人都說了 就不用玩了 對不對 做頭骨老師 你都知道 就不要 我會回玩 說真的啊 做頭骨不就是要收回玩 通常 像這個 我昨天跟你講 就已經不錯了 昨天八點半就跟你講 你昨天也跟我 你昨天我在買 你也應該自己 私底下也知道我要買 你買一千四百九 今天騎電班 這比較貴 因為這個蠻貴的 要一百多萬 對不對 這支我就是說的 這支我也有跟你講 這支就買了 這支就了錢了 了錢 停損點設好 不一定的了 我是說停損點設好 我們是這樣解釋嘛 這個是 短線來講 是做這些股票 是為了放空嘛 那我要等它反彈啊 就好像這個大盤啊 你的大盤是這個地方 是加緊的空股票 這邊要補啊 回補啊 你上來以後 你這個地方就是 開始要再開放空股票啊 我沒有在做基礎 我是說 這會開來開去嘛 這裡是放空這裡做多回補啊 這裡就要再放空了 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啊 我要放空股票 我不是等它反彈上來放空嗎 加入貼圈193008 我想 你要放空這些股票 找定鈔 我當你放空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不是在嘴巴碎碎店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放空 或者是你不知道股票怎麼賣 你可以等一下 這個跟這個我們有聯絡電話 可以跟我們助理取得聯絡 問他們 那大盤 我絕對沒有看好 你放心好了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謝謝 wit 待會兒 enrichment 我明儿質的 今晚